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等你来看 借用长者疫苗施打率 全国名列前茅 全市疫苗覆盖率 到7月13号为止 已经超过了18% 另外市府也规划 从7月16到21号 在6个集中施打站 以及25家合约医疗院所 进行50岁到64岁的预约施打 金融市高龄者疫苗施打率 屡创新高 7月13号上午在七路区施打站 甚至一度出现99.2%的超高施打率 金融市长六昌表示 基隆疫苗覆盖率 已经达到18.4% 预估7月14号 渴望领先全国 提前达到总统蔡英文 疫苗覆盖率 20%的目标 甚至在7月16号前 疫苗覆盖率 有机会上看25% 我们今天加上最新的一个施打数 我们基隆市的疫苗施打的覆盖率 已经达到18.4% 我们预计在明天就可以提前达标到 这个20% 到20% 所以跟报告总统 基隆已经提前达标 在明天应该就可以到20% 而在中央CDC开放50岁 到64岁预约施打疫苗后 牛昌表示 金融市总计有49,440人 完成施打议员登记 其中勾选A例的有1416人 勾选A例或莫德纳的有17,529人 只勾选莫德纳 则高达30,495人 勾选A例疫苗的部分 是1416人 勾选A例以及莫德纳 是17,529人 所以这部分的一个数量是18,945人 只勾选莫德纳的部分是30,495人 所以我们金融市目前 累计登记的总见数 是达到49,440人 牛昌说明金融市已经规划6个施打站 及25家合约医疗院所 只要是意愿登记施打A例的民众 收到简讯线上预约就一定打得到 金融市这方面 为了方便上班民众 还协调延长施打时间到晚上 因为是64岁以下 所以有很多的 这一个民众 他可能是在上班 所以我们也特别协调集中施打点 以及我们的医疗院所 会开放夜间的施打时段 那我们一般的集中施打点的施打时段 一般会到晚上的8点 那在港务分公司这个地方 由我们长庚医院来负责的 这个集中施打点的时间 我们会延长到晚上的8点半 所以你下班之后呢 也可以预约来进行施打 由于中央已经宣布开放18岁以上 民众进行第二批预约 牛昌也呼吁市民踊跃进行预约登记 提升基隆市整体疫苗覆盖率及保护力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再带您来看 行政院长苏贞昌 特别到漏水率高于全国平均的基隆市 视察管线态换工程 在基隆市政府与自来水公司合作下 预计两年内可以省下2.2座的 新山水库蓄水量 让苏贞昌大赞基隆 是漏水改善的市份城市 在基隆市长牛昌与立法人蔡思英 邱成元等人陪同下 行政院长苏贞昌 特地到基隆市过港路 及人山路庙口 视察自来水管线态换情况 牛昌表示上任后 积极与自来水公司方面合作 推动管线态换等漏水率改善工程 逐步获得成果 尤其今年与明年 自来水公司在基隆投入8.8亿的经费 进行管线态换 将加速老旧管线态换速度与范围 我们过去基隆市的自来水的 态管的这一个经费 大概一年是一到两亿 不过在今年 自来水公司在基隆 要投入4亿的态管 明年是4.8亿 所以这个增加的经费 大概是过去的两到三倍 那能够加速的去改善 原本这些老旧的自来水管线 那在基隆市政府 我们跟自来水公司合作的状况之下 我们不只是把地下的管线做态管 刚刚在讲 我们一并把地面上的这个马路 一并做这个示范道路的一个处理 苏贞昌者表示 依据水公司的规划 在有效降低基隆漏水率下 民国113年后 每年可省下约2.2座新山水库蓄水量 基隆的经验也能推广到全国 成为漏水改善示范城市 过去是最旧的最会漏的 现在变成最新的 而且百年求完的 你用最好的技术 用最好的材料 这一次做整百年 这样才有意思 不能说做出来 不然什么厌护一下 不要做那种 就不计公平把它最好的 不用担在那边 而且要把每一个经验累积下来 全国用这样来做 另外对于台积电与鸿海 购买BNT疫苗已经成功签约 苏贞昌表示 因为疫情变化 世界各国都在抢疫苗 这次透过公司合作 民间热情捐助政府大力协助 克服了种种困难 终于成功签约 而且符合当初原厂生产 原厂包装 及直送台湾的目标 是非常好的事 大家团结努力 成果全民共享 诚如台积电董事长说 希望这样台湾能对变的 更强劲有力 就像鸿海郭台铭董事长说的 团结是克服一切困难的解药 真的 我们知道 我们大家面对的敌人 是病毒 也只有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终于看到疫苗要来了 希望大家多讲好话 多做好事 多让成果出来 全民共享 至于在围解封后 幼儿园恢复营运期程 苏贞昌强调 幼儿年纪小 无法施打疫苗 同时全国疫苗覆盖率还不够高 所以还要在等一段时间观察斟酌 苏贞昌也呼吁大家能够踊跃打疫苗 让覆盖率提高 因为幼儿还是有相关的病例 甚至也还有点增加 我们是蛮担心 所以更谨慎小心 因为这么小的孩子还不能打疫苗 同时我们全国的覆盖率还不高 所以还要等一段时间 但我们绝对会从各方面来斟酌 也请大家能够打疫苗尽快打 让覆盖率能够高 记者张旗潘记用报道 疫情围解封 国人期盼许久的围解封总算到来 观光局开放旅行社 足9人以下的小型国旅团 首发团只有4人报名 中午用餐时间 因为餐厅还不能内用 旅行社特别安排游客到民宿吃饭 旅客也认为蛮安全的 来到基隆正命浴缸彩色屋 游客手机快门没停过 因为闷了好久 总算等到微解封 9人以下的旅游首发团 来到基隆一日游 心情很棒 很舒服 没有人 还有什么样的感觉 有啊 其实因为经过两个 将近两个月的一个 这样子休息 这个自然环境其实有恢复到 比较好的状态 不然之前以前游客太多 可能都已经 吵的地方都没有吵了 看海散心为旅行 第一天出团 四人报名 早上9点从台北车站出发 到基隆潮进公园 振兵渝港 再去和平岛 和阿根纳造船场 4点半结束行程 中午因为餐厅不能用餐 原本安排 旅客在户外吃饭看海 最后改到民宿开房间来用餐 可以 很舒服 空间OK的 现在疫情关系也是要 这样子比较安全 搭载游客的9人小巴 车上防疫不能少 除了全程戴口罩 也要喷酒精消毒 一个人费用1080元 首发团限责200元 但第一周只有三组 约12人报名 成本因为油钱 这个路径来讲它比较短 所以油钱大概 大概油钱过路费 应该是在500块钱左右 然后我们的薪水 再加上车子的损耗 这个跑一趟大概 也差不多要四五千块 微解封下的微旅行 对业者和游客来说 都是过渡期 只期盼7月26日 能够迎接正式解封 让游客玩得更尽兴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徘徊 基隆市议员在议会 直询林又昌市长时希望 预计在今年10月举办的 基隆城市博览会 最好能够延期或者是取消 赶快将资源转为防疫所用 对此市长表示 大概不会取消 但是会看疫情的情况 来应变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徘徊 基隆市议员 庄敬盛在议会 直询市长林又昌时 希望基隆市政府计划 在今年10月 中下旬举办的 基隆城市博览会 最好能够延期或是取消 赶快将资源转为防疫所用 我希望我们城市博览会 我们能够延期或是取消 甚至于取消 将这些资源 赶快把它转为防疫的资源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现在我们国际疫苗的进口的速度 我们要达成群体免疫 最少还要六年 我希望大家加把劲 不过基隆市长林又昌表示 大概不会取消陈博会 但是会看整体的疫情状况 来应变调整 那陈博会的部分 陈博会我们大概不会取消 但是我们会试整个疫情的一个状况 来做应变的一个调整跟计划 而原先基隆市议会 审议通过基隆市政府编列三千五百万元 来举办城市博览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疫情逐渐趋缓 基隆池云市既捐赠市立医院 矿工医院一批防疫物资后 昨天再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 给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 累积下来 慈云市已经捐出了一百五十万元的物资 用行动力挺医护 从货车上搬出一箱箱的防疫物资 有防护衣 隔离衣 鞋套 级面罩 总计一千五百件 全都要捐给三军总医院 基隆分院 力挺医护 即捐赠一批防疫物资 给台湾矿工医院 市立医院 基隆慈云市13日再度出手 捐赠三百件的隔离衣 三百件的防护衣 六百双的鞋套 及三百个防护面罩 慈云市总干事省延盛 特别代表慈云市主委 李林保育捐赠物资 希望让医护人员有最安全的防护 我们都知道三军总医院 基隆分院在基隆地区是一个生耕多年的医院 在整个医疗体系来讲也是我们基隆地区的主力 深受我们广大的民众还有三军官兵和荣民弟兄的友谷这一杯 那今天大家都习惯把这个防疫工作称为是全民作战 事实上也是啦 那就在今天 也就是我们那个防疫警戒三级为解封的第一天 那我们特别送来这一杯的物资 希望说利用在这个炮火间歇的时刻 那我们把这些防疫物资补助到在前线 英勇的与这个病毒抗战的这个战事 也是我们的医护人员身上希望能够多少有点帮助 医护人员站在防疫的最前线守护民众健康 做感谢茨云市力挺医护 三军总医院就分院呼吁民众防疫不能松懈 那这些物资不但可以给我们医护人员做了非常妥当的保护 让我们避免被那个病毒所感染 那增加我们防疫的能量 目前台湾的防疫虽然还在三级中 目前已经开始为解封了 那感染的病人数也慢慢的在下降 可见我们全民在一起呢 群测群力 那足够有这个信心的一起来打败这次的病毒 基隆慈云市力挺医护 累计下来总计捐出了150万元的防疫物资 希望菩萨保佑台湾 让疫情早日过去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金融市员张炳君特地请位在朝鲸公园的两家知名景观餐厅 特制精致的爱心便当 送给全市七个区的疫苗接种站防疫工作人员 为大家加油打气 位在市立体育馆二楼的信义区疫苗接种站里面的信义区卫生所护理师 除了戴上口罩及防护面罩之外 更套上两层手套 再抽取莫德纳疫苗为长辈们接种 防护设施非常严谨 保护民众也保护自己 我们在接种疫苗的过程当中会希望同仁是以最高规格来保护自己 所以我们在口罩手套的部分都会加强的来防护 其实在大型接种站的部分 同仁他的身心其实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存在 那我们会适度的给予一些抒压跟调节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换手的方式 就是知道疫苗接种站里包括卫生所 区公所警察及里长等所有防疫工作人员的辛劳 在善心人士全力支持下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特地请位在朝靖公园的希腊天空 以及水样巴黎两家知名景观餐厅 特制的精致爱心便当 将送给全市七个区的疫苗接种站防疫工作人员享用 感谢大家也为大家加油打气 第一天先到新医区和中山区治政所管 以及炸鸡肉两种主菜和素食的精致便当 感谢防疫工作人员的辛苦 我在这边要代表我们区公所 要特别来感谢我们秉均的议员 除了照顾到其他区以外 我们也抢到我们新医区 确实在这个疫苗施打的过程中 其实除了公所以外 其实卫生所的同仁也非常的辛苦 那所以在这边也特别特别在感谢 我们秉均的议员的协助跟帮忙 感谢 我们的新医区的许区长也带领了我们一些里长 还有里干事 还有一些区公所的志工团队 一起来加入这一次施打疫苗的这些协助 跟旁边的帮忙 那也特别感谢秉均议员在这么多人 这些区长带领的里长 里干事这些人来服务的时候 来特别来关怀我们新医区的这些 长官们 那非常感谢 双煮菜便当 那我们就是希望在让他们值勤的时候 可以吃到这好吃的便当 帮他们补充体力 同时我们也提供运动饮料 也是希望帮他们补充电解值 在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增加体力 然后继续来守护我们台湾的安全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来继续与他们站在一起 共同守护我们基隆的安全 保障我们市民朋友的安全 然后台湾加油 基隆加油 防疫加油 向七区防疫工作人员致敬的爱心便当 让大家共同防疫的辛苦和付出被看见 也获得新医区区长徐亚文 和里长们不吝啬的大声感谢 谢谢民居地缘 记者吴运收 基隆报导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老奖金高达48万6千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宴回来 哦 对 老爸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交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宴品 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板 给我一包鸭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你丢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啊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未满18岁 我不能卖音给你 我会被划陈耶 卖软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冲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 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民众外出 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 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 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 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 嗅味觉 异常 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 2427 6154 或者是 1922 让我们一起 对抗疫情 守护 祭隆 祭隆慈芸寺 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助身营养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芸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牵手牵眼 来保佑众生 并祭世度众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政府提出多项的纾困方案 包括了房屋税、使用牌照税 以及娱乐税等地方税 都是提出优于其他县市的减免措施 现在就带您一起来了解 全台进入第三级警戒后 包括餐厅禁止内容、关闭官邮景点 及要求夹娃娃机店等 娱乐场所停业等防疫措施纷纷出容 也影响许多行业经营 为了协助这些配合防疫停业的业者 与民众渡过难关 金融市政府提出多项纾困方案 在地方税部分 包括房屋税、使用牌照税 及娱乐税等都有减免措施 尤其针对娱乐税 金融市税务局不但主动停申 更以三个月为基准 优于全国 像这个车辆停用的部分 还有包括房屋、饭店、旅馆业 它停业或是没有使用的楼层 还有包括娱乐税 就是娱乐税包括八大行业 因为全部都停业了 还有娱乐业的话 其实也是包括舞厅、舞厂、电子游戏业 这是电动玩具 然后还有KTV 还有包括自动贩卖机 就是夹娃娃机 这些其实影响很大 因为全部都关了 所以我们都是主动减免 我们金融市政府因为市长非常体恤民众 其实本来是减到六月底 那市长特别交代说 我们就是比其他县市的话更照顾民众 我们是延到七月底 我们主动减免到七月三十一号 民众有缴纳困难的部分 还是都有来办理延期跟分期 而在三级警戒解除后 如果营业仍因疫情受到影响 也有减免及延长与分期缴纳的优惠 不过需由业者与民众主动提出申请 七月底之前 我们也会在发文提醒民众说 从八月一号开始 如果政府解封以后 我们就会恢复正常课税 所以民众有停业或是部分 减少面积或是减少机台 什么等等 就是要来申请很重要 要来申请 才可以符合免税 对或是那个 如果有困难 还是可以继续办理延分期 那延期的话最长能延到一年 分期最长最长可以看税额大小 最多可以三十六期 作为房东 对于成租室友店铺的业者 基隆市政方面 也提出租金减收及延角措施 希望减轻业者压力 财政处目前对基隆市市有 非公用不动产的一个标租案的部分 那我们也有因应新冠疫情 我们提出相关的一个纾困措施 那目前我们实施的一个标的是 信义市场旁的一个期间的一个店铺 还有中正区行政大楼一楼的一个 我们标租的一个做餐饮服务的一个商家 还有就是安乐区行政大楼地下一楼的那个超市 那我们目前的相关纾困措施也是说 如果市政府公告停止营业的期间 那我们的租金是全免的 那如果有营业的话 五到七月的租金是减百分之五十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假设它有转租的部分的话 它要回馈给实际就是在那边做营业的相关的一个承租人 另外包括东岸及信二路停车场 中正公园游客服务中心 国民运动中心 及东四坑同军露营区等 处餐委外经营场馆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提出相关纾困措施 如果警戒期间歇业的话 三个月全免继续营业者 则土地租金减收百分之五十 权利金最高减百分之三十五 金融市政府目前对参案的 因为新冠疫情的一个纾困措施 那大概分为三项 一个就是说 如果它停止营业的期间的话 那它的那个租金跟权利金是全免的 那五到七月的租金如果有营运的话 是减百分之五十 那权利金的部分 我们会跟108的同期间来比较 那假设说它营业衰退百分之五十的话 我们是减百分之二十五 那最高会减到百分之三十五 金融市政府方面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纾困措施 减轻疫情对金融各行业的冲击 齐心协力度过难关 早日重返正常生活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有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2 1 3 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